刚的影片有看到这Eli Della Cruz 蛮夸张的今天双翔炮 而且场内拳链打只花了14秒 但是说到体能怪物就绝对不能忘记 大古祥评的前队友My Trao 他今天在交手光芒的比赛中 交出生涯第14次的准完全打击 并念联盟历史第三多 MLB贵为全世界棒球的最高殿堂 任何能够在当中占有议席之地的选手 都是一时之选 精英中的精英 体能怪物中的体能怪物 而在今天就为来自多米尼家的神话人 展示了他超夸张的体能 而那个男人就在新年年 就完成精英完全打击的 红人队游击手Eli Della Cruz 在今天交手酿酒人的比赛中 5局下半Della Cruz就来一发 450英尺超大号的养醇炮 收下这个赛季第一发全力打 接着有192 7局下半中间方向 刁砖位置的洛迪安打 对方中外野手普洁失败 让Della Cruz现状拔腿狂奔 只花了14秒左右的时间 就靠着脚撑冲出场内全力打 完成单场双翔炮 我现在看到中有战争的 我说我回家 我回家 不关系什么事 我回家 那是我的最喜欢部分 我厉害 每个瞬间 那是瘍炮 连续 每天 每天 3-2球 我找到了快速 他被打给我 他被打给了快速 他被打给了快速 我没有失望 我没有失望 我非常舒服 我已經開始了一段時間 有時我們沒有被打擊或有好關係 但我仍然會舒服 現在的工作是 我現在看到了很多工作 在完季中 我感覺很好 上個賽季這位身高逼近200公分 速度體能兼具的怪物新人 繳出2乘3 5打擊率 91只安打外加138全力打 而到了新的一年 Lady La Cruz也有個好的開始 开季的10場比賽 拥有逼近三成打擊率 17次的倒壘外加今天的雙翔炮 绝对是新星大提红人救世主等級的 头号战将 而救世主借里头的大前辈Mike Chow 今天交手光芒 繳出蒙搭上只少了一支20安打的 准完全打擊 同时率领天使击败魔鬼于大军 而这表现和小老弟相比 绝对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他肯定是在带上的 我们仍然在尋找我们的姿勢 但今天我们真的在玩一个坏的球游戏 非常坏的 清淡的 总体的一切都很棒的球游戏 我说的 我们只是在搜寻着那种绝度 这种绝对162赛军军季的季度 开孔的神尊开季短短时间累积五发全力打 让他占据美联拳打王 生涯累积14场准完全打击 更是和Steve Phillips并列史上第三多 仅次于小熊队传奇比利威尼斯的15场 以及Berry Barnes的17场 现代神兽绝非浪格虚名 YT台中文报导 杨基跟马铃鱼的比赛 杨基的先发投手Cortez 八局没有十分 加上队友打击的好表现 最后球队是以7比0 晚风一球 至于看到美联的德州内战 游戏兵交手太空人 游戏兵一开始就攻下5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太空人一分一分的追 又等Alvarez角出三安猛打赏 Kyle Tucker则是贡献胜利打点 中场太空人10比5逆转游戏兵 大联盟奴主马铃鱼 做客杨基的比赛 条文军推出代板王牌 Naster Cordes先发 这场比赛他化身Nasty Nestor 还在第一局就重现 左摇右摆慢速投球 不过马铃鱼队的打者 也拿他没辙 不论他们怎么打飞球 就是飞不出外野大墙 这场比赛Cortez的表现 堪称完美 总计8局只被敲出 两只短程安打 没有10分 也没有投出任何的保送 同时赏给对手6张老K 而羊鸡打线也超级给力 4局下半 John Carlos Stanton 还有Anthony Rizzo 接连击出安打 接着Anthony Vogue 硬是把一颗内脚偏地的滑球 捞向左外野的观众席 这支三分炮帮助羊鸡 先持得点 不过这局还没有结束 条文军继续用三垒方向 车步边的安打 还有保送堆积累包 强打少年王Soto 再抓紧偏高的变速球 强捞到右外野 过大强啦 这是Soto加入羊鸡之后 在主场敲的第一支拳雷打 本场比赛 他搅出双安 贡献三分打点 羊鸡就用单局两支三分炮 奠定圣机 5局上再靠着安打串联 再下一城 9局上大联盟生涯 出登版的Josh Masijewski 只用四个球干净利落 投出三上三下 中场羊鸡就以7比0 玩风马铃鱼 持续称霸美联 接下来看到国联战机龙头海盗 出战老虎的比赛 来访老虎一局上半就靠着安打 还有宝宋 先持得点 不过海盗很快在二局下半展开反攻 攻占一二雷之后 开启机关枪模式 Conor Joe Jarri Triolo 还有Joey Barr 短层安打连发攻下三分 下一局海盗再度攻占蛮雷 Triolo把握机会 打出中间方向的船员安打 替球队再添两分 海盗扩大领先 来到5比1 虽然老虎在四局上 追回一分 不过接下来又被对手加倍奉还 老将Andre McCartin 反方向攻击 打得又高又圆 小白球直击右外野的权力打墙 让McCartin站上二雷 接着Joe 又是一棒扫向权力打墙前 海盗再攻下一分 这战 他还有Triolo 还有Bart 七八九棒的连线 三人合计打进六分 六局下Bron Reynolds的杨春炮 继续在老虎的伤口上泼海水 海盗来到七比二领先 虽然八九两局 老虎靠着安打串联 各追一分 不过还是难以往回颓势 总计海盗先发Mitch Keller 主投六局狂飙9K 被打五只安打十两分 夺下胜头 中场海盗七比四击败老虎 海洋鸡并列全大联盟的龙头宝座 最后看到德州内战 太空人做客游记兵的比赛 太古达人延续前一场赢球的气势 一局上先靠着两次保送 还有两次安打 先进张两分 下个半局 卫冕军随即环以颜色 同样是保送安打的开局 进上两分 还享有五人出局满垒的局面 先靠出身球 几回游记兵的第三分 下一棒的Jared Walsh 再教出左外野方向的安打 游记兵来到5比2领先 而这个时候 太空人教练也终于动不掉了 换下先发投手 Blair Henley 这个调度也收到效果 Marcus Samian打出标准的 463 Double Play 瓦解球队攻势 不过Henley只投0.1局 就被打出四只安打 投出三次保送 狂丢五分 防御率是不可思议的135 投手稳住正脚之后 太空人打者也开启追分模式 下个半局 Jordan Alvarez 一棒打向右外野深远处 直接把外野手定格在 原地 这是一发两分打点的拳雷达 也把比数追进到4比5 四局上半 太空人攻势再起 又是Alverice 挥出长打水平 接续的Kyle Tucker 再补刀 打出船远安打 送回两名跑者 太空人单局冠进三分 一局超前来到7比5 五局下半又制造三分大局 反观游记兵大线 在第一局过后 就是一睡步行 中场 太空人就以10比5 逆转赢球 系列赛各拿下两胜两败 两队平分球赛 我来提供台综合报道 欢迎交职棒金华单元 来关心台冈左投赖红成 今年有什么样的目标 台冈从英镇中有几位 今年转换环境加入的新同学 左投赖红成就是其中之一 他和球团签下一年 月薪42万合约 教练团希望借重他的经验 和左投优势 来师傅也对调整的情况相当满意 其实每年状况都还蛮顺利的 因为就是可以健康 然后可以到就是开幕的第一场比赛 就可以就是融入团队 所以我觉得今年的状况 应该不会落差太大 这样 其实换环境我觉得 这就是我的工作吧 不管我在哪一队 那我就是把我的工作做好 我希望不管是自己教练 或是其他教练 能看到我努力的一部分 那我觉得他最大的是 因为这边的年轻选手比较多 所以会花比较多心思 可以跟他们一起打成一片 然后希望是球队战绩优先 然后把个人成绩也可以一起带起来 赖红成去年在乐天出赛39场 累计18次中继成功 平均防御率是优异的1.78 也让他顺利谈到 生涯新高月薪42万行情 而待遇更好的同时 压力自然也不会少 不会有压力我觉得应该是不可能 但是我觉得我自己把我该做的事情做好 那我要如何让学弟看到 我我比较自身 都愿意花这些时间去做这些努力 那也希望学弟看到 就是我们前辈这样的做法 那也跟你们可以一起效仿 就是大家一起努力 然后一起打出球队最好的夹击这样 我今年对自己数据上目标 我希望是基本上可以达到40场的出赛 看可不可以就是拼到自己该有的能力这样 赖师傅结算到9号赛前 出赛两场分别面对中信和富邦 面对六个打息没有被敲传打 有争议的部分 13号面对岳正华 投出第三个坏球之前 超过垒上游跑者 需要在25秒投球的时间限制 但主神和二联神并没有抓违规 最后赖宏城渡过满垒危机 赛后联盟坦承判决瑕疵 赖宏城也得适应 这投球即时心智更有效的掌握节奏 我来替台梁云洪华君采访报道 好马上来关心台港雄英跟乐天的比赛 雄英的江晨彦搅出六局的优质先发 只可惜后续暴力源也非常难缠 一路打到了九局下半 都还只以一分协为领先 另外隔一棚兄弟跟统一的战况 亮点是陈崇宇敲出两分炮 帮助南霸天中场5比1带走胜利 中华职棒力行赛 关心中信兄弟踢管统一师 周末连续两战都被逆转的黄山君 这一开赛就展现想要赢球的企图心 二局上曾宋文江坤与一人一支安打串联 防守中信兄弟以1比0显示得点 然而失队的回应来得很快 下个半局一雷友人 陈崇宇这一棒扫相 左外爷爷赛季守红出炉 一发两分打点好不让 南霸天逆转来到2比1领先 并延续气势来到5局下半 统一共识再起 林家伟趁着兄弟二类手王震顺十五 站上雷包之后 后续两棒都稳稳把握住机会 球智诚先扫出场打 将队友送上得点圈 四爷承接线也来助威 一支内野安打 帮助是大军扩来到3比1领先 打线火力相挺自家先发 也没漏气 剩期是7局狂飙8张老K 只吃到1分脚出又止好投 帮助同一5比1 汉为家圆 另一边乐天跟太刚的比赛 地主雄鹰率先出击 一局下半 第一棒状元郎曾子佑 扫出中野方向的二连安打 攻占得点圈 并靠着羊炮魔鹰的安打护航 跑回全场比赛第一分 三局下半又是曾子佑 带头冲 再扫出场打 转上二类 下一棒郭勇威 适时补上安打 状元郎连续两个达系都有剑术 太刚取得2比0领先 比赛来到5局上半 一支被雄鹰先发投手 江晨彦压制的暴力源打线 终于找到突破口 廖建福先敲出左岸方向的 高飞球落地形成安打 之后凌晨飞也攻击左边方向 这是一支带有一分打点的 二连安打 乐天追到1比2落后 不过今天台刚先发投手 江晨彦逐头六局也就失掉这么一分 另外投出五次三振 是一场优质先发 但可惜后续牛棚无力守城 到现在八局灌进四分 直接逆转来到5比3领先 目前两局还在激战当中 五大区台总和报道